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胸闷头晕 类似的增生组织影响心脏还会冲击势力 如果在排出的系统里面 它组织里面增生了 就好像我们水管里面有卡了污垢或卡了油垢以后 那之后再排出那个就会变慢 那变慢之后这个液体就会累积 我们两个关联起来就是软组织的增生 就是半磨二间半拖的那个增生 跟它的那个排出系统的增生 它是两个很同样相同的那个它的病理学 组织增生可能会堆积在眼球防水的排出系统 阻塞导致眼压升高最后演变成清光眼 世界医学新知大典分析大数据 有二间半磨脱垂的人罹患清光眼的比例 是一般人的两倍 这也和染色体遗传有关 二间半的脱垂的这个是在位于 这个第16对染色体上面 而我们去找相关的研究 那个清光眼它的那个遗传的那个基因的位置 也是在第16对 刚好跟这个二间半脱垂是两个相邻的基因 或许有某种程度的相关联性 不止二间半脱垂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 也会因为用药副作用或并发症 破坏视神经成为清光眼的高危险群 清光眼它本身的风险因子 也就是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年纪大 这是清光眼的风险 而冠状动脉清光眼也是一样这些风险 所以我们在胸门胸痛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量关联性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关联性以外 容易会有心血管的人的问题 它其实清光眼它本身的机会也是会比较高 心血管和眼睛看似五关 但影韩造成清光眼的因素 治疗慢性病的同时 也别忘记关注灵魂之窗